杨幂在看到金主的那一刻 立马将手中的鞋跨包换个位置 只为方便金主搂腰 面对金主时更是不敢有一丝的反抗 摆着笑脸微笑营业 而陈都琳在面对金主搂腰时 虽然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却暗地里将对方的手给扒拉下来 生怕金主触碰到自己 在看如今爆火的迪丽热霸 在看到金主上台时 更是直接将手背在身后 避免金主做出搂腰的举动 因为气场过强 反倒让金主看起来显得十分局促 而舒奇虽然在娱乐圈混出了一番名堂 但当他面对金主时 却仍堆满笑意跟对方来了个贴面王 面对金主的搂腰根本不敢反抗 而小花文奇虽然年龄小 但也拿到了不少的品牌代言 当他出席宝格力活动时 金主为了理让他站中间 直接将手扶在文奇的腰部 这可把文奇吓得一哆嗦 十分慌乱地站了过去 再看刘亦菲出席活动 原本金主想要牵着刘亦菲的手上台 天仙察觉后却主动伸手握住 与其扭扭捏捏不如大的芳芳 这番举动也让金主很是满意 当刘亦菲在台上发言时 金主更是一脸欣赏地望着他 一向佛系的杨蓉在出席活动时 也是没逃得过金主的搂腰 被金主牵着手上台 还被对方上下审视 甚至还被对方搂腰牵手拍照 想必杨蓉此刻内心极其不愿 而杨颖就深得资本喜爱了 当他出席活动时 被主办方安排跟老总互动 只见老总直接将他公主抱起来 这手还放在不该放的位置 给杨颖下得赶紧死死按住 沈腾这波反向操作 恐怕是主办方最不想看到的 把汽车搬上红台 原本是想蹭播明新闻的热度 达到免费宣传汽车的目标 结果沈腾一上场就抱上红台 甚至在拍照石秀一秀自己的手表 这下主办方割韭菜不成反贝割 而王一博的这场红台 连续走了两次一次 带着自己代言的凶针 一次穿着自己代言的外套 并且两次看到主办方安排的广告车 都迅速躲开 最后因为天价凶针热度超过活动热度 偷鸡不成18米的主办方 怕不是要扑晕在厕所 不过也有些运气不好的东西 周身一袭黑色金线刺绣西服走上红台 刚走完红台就落入主办方的圈套 被主持人引领着和广告车合照 幸好经纪人拦得足够及时 不然怕是要被坑惨了 你看杨子因为助理经纪人不在场就被坑惨了 身穿绿色一字兼礼服的杨子 刚刚走上红台 就被主办方安排的工作人员左右夹击 杨子转头求助结果经纪人不在 最后也只能被破合照 而杨幂就很刚了 走上红台的他看到签名去满地的爆米花 主办方也不安排人打扫 礼服弄脏了还要自己赔钱 杨幂直接拒绝签名 主办方的失误自己才不买单 谢霆锋发现主办方的套路 也是丝毫不给面子直接绕过去 不仅没合照签名也不签了 你看许纳金只是不小心踩到裙板 就在镜头面前狠狠地跪倒在地 原本身上的礼服就是身力加高开插的设计 勉强可以遮住重点部位 这一下裙下风光彻底暴露 摄影师们也是加速按下快门 生怕错过什么美好画面 原本只是想惊艳全场的许纳金 这下怕是要震惊整个海域了 关小彤身穿黄色拖地裙亮相红台 一双笔直的大长腿颇外吸睛 结果当天下雨 采访时关小彤看到裙板上的泥土 地脸的身无可恋服恶叹息 李冰冰走红毯身穿红色大裙白礼服 拍照时候也没有人上前帮忙摆裙板 他自己甩了半天都没搞定 最后还是两个主持人上前帮忙 柳妍身穿拖地碎花裙参加活动 上一秒还在美美拍照 下一秒就被裙板半倒当众跪倒在红堂上 这下走着上场结果却被扶着下场 陈乔恩一袭粉色无袖礼服走红毯 昂首挺凶的他没注意到台阶 一脚踩空差点摔个狗吃屎 尴尬的他也只能无嘴偷笑 而孙飞飞更惨参加活动 身穿白色抹胸礼服 谁知却被身后的女星踩到裙板 抹胸裙当场滑落 虽说助理及时上场帮忙遮挡 这尴尬一幕早已被摄影师记录 景科受邀走嘎纳红毯 结果中途却不慎踩到裙板 当众摔倒在红毯上 吸奶器都被甩了出去 这下真的而是丢人丢到国外了